是被辽宁队的阳明教练推人的动作很不服众 对比起郭思祥主教练的差距太大了 两米的巨头接下来霍江会去投奔广东红领队的 辽宁队的这名主力他被阳明主教练给推到了 那么到底是否合理呢 谈到这里话那就给咱们的视频查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咱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 辽宁队的核心主力身高两米零三 而且呢作为一名零零后 他的发展潜力呢非常的巨大 这名选手就是吴昌泽 作为辽宁队的核心前锋吴昌泽 那么他跟张正宁呢 基本上年龄是同一个年龄段的球员 而且都是作为前锋线的主力 但是辽宁队的阳明主教练呢却区别对待 他在对战的整个过程当中呢 那其实阳明主帅 他对每一名运动员呢处理的方式很不一样 包括了吴昌泽 那么其中他代表辽宁队对战深圳队的比赛呢 整个过程当中啊发生在第四节 吴昌泽呢在前锋线的跑位 以及他的防守进攻打得不到位 那么过后呢 阳明主教练呢就非常的生气 赶紧把吴昌泽给换了下来 换上了李小旭 阳儿正在这个时候呢 吴昌泽被换下场之后 阳明主教练呢 却直接用手推了一把吴昌泽 而且呢动作看上去呢 也是用了一定力度的 推了一张吴昌泽 吴昌泽呢是低着头没有任何的回应啊 看得出来吴昌泽呢 他也是内心呢很不爽 也就是很气愤的 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那么阳明主教练呢 他这个动作呢 作为一名知名的主教练 他的这个做法 跟之前辽宁队的主教练 郭世强很不一样 差距太大了 基本上呢 过去的郭世强主教练呢 他会去纠正球员的举动 纠正球员在球场上 哪一些动作行为 跑位不当 投篮 命中率不高 都会直接去指出来 但是 郭世强啊 基本不会说 对哪一名球员呢 动手了 那么阳明主教练呢 他作为辽宁队的核心主帅 他本次动手推了无伤则 确实很不应该的 你去指导去纠正呢 那其实呢 可以通过口头的语言 去批评也好 去纠正也好 但是呢 要说到动手的话 确实呢 这个举动 这个行为 是很不妥当的 那么作为对比之下呢 辽宁队的其他球员呢 包括了张正林 包括了李小旭 包括了吴昌泽 那么同样呢 是作为非常得力的得分手 那么在球场上呢 张正林跟李小旭啊 基本上呢 杨明祖教练 不会去动手 去推他们 或者说 去很严格的批评他们 反而呢 作为对比之下 吴昌泽 他则是经常被杨明祖教练批评 这次呢 反而被动手了 直接被杨明祖教练推了一掌 作为对比之下 哪怕说呢 辽宁队的其他主力 包括国有人 包括了富豪等人 杨明祖教练呢 都不敢去动手 去推他们了 所以说呢 这么一对比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的差别很大 杨明祖教练的这个做法呢 确实很不妥当啊 那么现在来看呢 咱们可以发现了 过去的比赛 打到现在 吴昌泽作为核心的前锋 他的内心呢 可以说一直在生闷气的 内心很气愤 但是呢 就是不表现出来 一直憋在心里 时间久的话 那么接下来呢 吴昌泽很可能会离开辽宁队的 作为非常有潜力的 前锋线的得分手 吴昌泽 他的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呢 随着杨明祖教练接连 对他动手 对他严格的批评 那么吴昌泽很可能 会离开辽宁队 接下来呢 咱们去了解到 吴昌泽 他的目标 也是要争夺 是非的总冠军 所以说呢 咱们不排除 离开辽宁队之后呢 吴昌泽 有可能会加盟到 广东红领队 哪怕说杜丰 祖教练也会批评 也会严格的指导 但是杜丰呢 起码他不会去 动手去推人 或者说动手 这样的一个行为举动了 所以呢 杨明祖教练 作为辽宁队的主帅 本个赛季要独冠 那么现在来看 要控制一下自身的情绪 不能够说动手动人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认为呢 杨明祖教练这个举动 合不合理 接下来要去独冠的话 辽宁队的杨明祖教练 要不要纠正他的行为呢 欢迎大家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呢 就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底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呢 继续跟进分享 下期